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养生视频,我是王医生 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小知识,记得要关注我们 血脂太高就会导致血液粘稠,血流速度也会减慢 同时,血液中的一些垃圾物质也会沉积在血管壁,导致血管堵塞 降低血脂除了要改掉生活中的一些不良饮食习惯 还有天然的酱脂水果和茶印 一,猕猴桃 猕猴桃中含有大量的维松素C和膳食纤维 可以促进血管内的垃圾物质排出 还有明显的间谍体内总胆固醇和肝油三脂的作用 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避免体内脂肪的沉积 二,石榴 石榴中含有各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不但可以促消化 还可以软化血管,降低血糖,血脂和胆固醇 三,清浅柳牛蚌茶 将清浅柳叶,牛蚌根,玉米虚,九明子 桑叶,菊花,山楂等调配成茶包 每天用沸水冲泡当茶饮即可 清浅柳叶含有皂肝,黄筒类物质 可以保护血管和通透性 扩张冠状动脉,改善血循环 从而降低三高,牛蚌根,牛蚌根含有牛蚌子干,多种维生素以及生物碱等成分 可以降低血糖,抗肿瘤,抗生病变 玉米虚,可以降低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九明子含有大黄酚,大黄素,九明顶素等营养成分 具有降血脂,降血压,病原,微生物等作用 桑叶含有胡皮素,桑干等营养成分 可以促进肌体蛋白质的合成,降低血脂水平 促进体内胆固醇的排出 山楂可以粗消化,降血脂,降血压 非常适合三高的人群喝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好的生活习惯 让养生与健康相伴 我们分享养生,关爱健康 喜欢我们的节目就点击评论加关注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